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庄佳颖 最近这个元宇宙这个名词很夯 那如果说元宇宙是讲一个虚构的宇宙 那其实中医的老祖宗在古早时候 就已经建构一个天地万物的大宇宙 跟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 这个辨证的系统 它在讲我们人体的小宇宙 跟万物对应的关系 那就像很多人在天气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下雨天 天气只要一变 关节就酸痛起来 那为什么这个天地万物的这个变化 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身体呢 这其实就是中医奥妙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就跟着大学和医 我们一起来探调这个中医 这个大小宇宙 之间的对应关系 其实我们中医的老祖宗 以前在观察这个天地万物的运行的时候 就常常会发现说 奇怪 这个天地万物的运行 总是影响到我们人体 比如说天气变得比较温暖 然后万物生长 这种天气的时候 很多肝病的病人就会肝气预致 那甚至有时候稍微会觉得自己嘴巴会变得比较容易苦 这个也都是肝胆经在气质的一些症状 那时候我就会请他们喝一些养肝的茶饮 比如说我会开一些麦芽 或是请他们喝一些如果他肝病的话 喝一些蒲公英这样子的疏干理器的这个茶饮 那这个他们喝了之后就会觉得说 再搭配中药 这个整个气候的变化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过去 而且人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这个是西医比较没有的一个观念 因为中医一定是强调我们人活在这个地球上 一定要顺应着这个地球的这个运行的法则 那这个呢就是中医的一个特色 我们在讲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 一定要跟着大宇宙的这个自然的条件这样运行 我们身体才会健康 那我们人体的小宇宙啊 到底是怎么要运作的呢 其实跟大宇宙啊真的很像哦 你看像天上有太阳 然后呢地球有核心啊有地热 然后有湖泊啊有海洋啊有雨水啊 那这样子这个动能啊 跟这个雨水蒸发的这个循环啊 就构成了这个天地万物 这个生长的条件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哦 我们一生下来呱呱落地 我们就有个心火心脏的这个动力 那这个就是在上面的 是这个属于供给全身这个血液循环 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肾气 肾气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属于先天的 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 那这个心火跟肾火 就会变成这个我们身体的整个大的能量 然后再加上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啊 各样的物质啊 就好像这个天地里面的这个 治病概念啊其实最精简的这个概念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中医的这个医疗概念啊 就会有它的特色 就是我们非常强调它是个体化 个人化的医学 你这个人呢同样你都是咳嗽来看病 但是你这个时间点来看 跟一个月后你来看 都是同样看咳嗽哦 我给你的药可能不一样哦 就是同样你都是可能是因为吸烟吸很久 导致一些慢性吃气管炎来看病 可是你是夏天来看病 跟你是冬天来看病 我开给你的处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哦 因为我们是阴时 阴地 阴人 比如说现在天气开始春暖花开了 那很多人阳气不足啊 它就会产生阳虚的症状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给它一些生发的这个能量 所以我最近啊就开了很多麦芽 或是开了很多小柴湖汤啊 来帮助这个干气的顺畅 那现在同样都是春天 可是你在台北跟你在屏东 会一样吗 你如果今天我是在屏东看病 虽然你一样跟我说 我感冒然后我胃寒发冷 可是我的药里面呢 可能还是得放一点 就是因应这个气候变化变得比较燥热 可能还是得放一点比较温润的药物 可是如果你是在北部呢 那像这种天气 梅雨季节 或是又有一点飘雨 那我可能药里面 还是得放一点除湿的这样子的药物 那你吃了之后才会比较舒服 那这就是阴地的不同 那如果你本身呢 一呱呱落地下来 你是肾气比较不足的小朋友 那可能先天就变得比较瘦小 然后整个季节一变化 就很容易生病 这个肾气比较不足的这个状况 那这样的小朋友带来看病的时候 可能我们除了处理这个季节变化的 他的这个过敏的症状之外 还得帮助他 在适应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 有一些养肾的部分 那这就是阴人的不同 是非常个体化 然后非常量身定做的一个医学 这时候又要再讲到 中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叫做阴阳平衡 其实我们在调体池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在讲说 你只要阴阳平衡 那你的身体就不容易生病 那我们门诊最近就很多人来看中暑 就说天气变热了 然后来不及脱外套 然后到大太阳底下跑来跑去 或是去运动骑小车 然后回来就觉得胸口好闷 好喘 那这个人进来 因为我看一下 整一下他的脉象 觉得他的这个右边的寸脉变得很弱 我就说你这个心脏受不了气温的变化 然后你又这样的活动 又没有喝水 心脏有点受不太凉 我就帮他开了身脉眼 他吃了之后就觉得胸口一阵开 然后觉得也不会头痛了 然后也不会口干舌燥 那他就出去 那下一个病人进来 这个一整他的脉 今天心脏没事 可是脉变得很小又很细 那我就知道说 你是不是这个天气气温变高了 然后你身体的这个出汗量变大 你又没有喝水 他说对啊 忙到没有时间喝水 那这就是阴虚 那我就给他一些养阴的药 比如说沙僧 玉竹 悬僧这样的药 那吃了之后就觉得 我也是一样觉得胸口一阵开 也是觉得不会变得口干舌燥 然后觉得精神也变得很好 前面这个呢 它是在心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心阴不足 心气不足 我给他滋阴 补心气的药 那另外一个呢 是身体的精益缺乏了 我给他补精的药 那我都是帮助他们 恢复身体的气血营养平衡而已啊 只要平衡 身体就会健康了 其实啊 我们身体有非常强大的治愈能力 比如说你平常感冒啊 你如果不看医生 可能过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自己就从这个感冒的状态恢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身体自然的这个免疫系统啊 还有我们身体有自己修复的系统 就像你身上割了一个伤 其实如果是小伤的话 自己都会痊愈 那我们中医呢 就是想尽办法 维持你身体这个治愈的这个能量 让你身体自己可以去修复自己 那要怎么样做到呢 就是恢复你身体的阴阳平衡 然后调畅你身体的运作 也就是调畅气机 比方说有很多人啊 他可能有鼻肝啊 或是吸肝的代源 那平常去检查也没什么事情 可是呢 可能就是一个大的压力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事件 然后生了一场重病 或是长期必须处于很高压的状态 比如说长期熬夜啊 工作时间很长 那他就开始觉得疲倦 去做健康检查发现 哎呦 这个病毒量也上升了 那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下降 那这时候呢 很多病人 他就是开始得吃这些抗病毒药 有个病人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老式肝功能 这样反反复复 这个原因来到了诊间 看一下他属于肝因虚 可能我就会开一些枸杞子啊 一罐间啊 再帮他开一些抗病毒的这些药物 比方说我常常用这个 拜酱草啦 蒲公英啊 帮助他身体 恢复这个 驱除邪气的能力 跟自我这个 干净修复的这个能力 那再配合 西医的这些药物 那很快的 他的去检验这个 病毒量啊 或是肝肾功能啊 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 都是靠你身体 自己在帮助自己 恢复正常 这就是中医 其实最奥妙的地方 我们藉由气血调畅 藉由阴阳平衡 让你的身体 帮助你自己身体 恢复健康 那很多人 就会开始说啦 可是我现在 还没有生病啊 但我知道 我觉得我有可能生病耶 为什么 因为我爸爸妈妈 都有高血压糖尿病 我爷爷 还因为脑中风 因为心肌梗塞 然后就离开人世 那我觉得说 哇 我有这个体质耶 那我要怎么办 去预防呢 比如说有很多人 他这个家族就有高血压 可能爸爸妈妈都有 然后呢 他的血压可能平常 就是维持得很稳定 都是一百 收缩压都是一百一十几 然后呢 有一天他突然觉得 头有点痛痛的 发现他收缩压 已经高到一百三十几了 那已经有点前期的高血压了 但是偶尔这样 也还不需要吃高血压药 这时候就赶快来找中医 那我们就看 你年纪已经变大了 已经五十岁了 那开始肾气衰弱 而且最近有可能 有比较操劳一点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开一些 就是帮他养肾的药 比如说有时候会开一些 寄生肾气丸啊 或是说 你最近天气变得比较照热 你的确是有这个干风 往上抗的这个现象 那可能开一点下枯草啊 帮助他平衡他身体的干气 那这样子调一段时间呢 他发现说 他血压都可以维持得很正常 虽然他也是五十几岁 然后年纪越来越大 可是他血压呢 还是没有进入到高血压这个系统 甚至呢 回复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这个一百二十几这个状态 所以养生要及早 就算你已经得病了 也可以借由提高你身体的治愈力 减轻你疾病的严重程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 中医其实就是一个讲究 养生 预防 还有平衡的医学 有病可以治病 没病也可以预防养生 所以欢迎大家 跟着我们一起来学汉医 一起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远离疾病 大爱学汉医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